我是现在 我是一个就是大学 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我学的护理专业 然后现在我想问一下 就是这个专业 以后前进怎么样 因为我知道你的知识面比较广 然后我想咨询一下 这个就是男生学这个护理 他后期这个国家这个环境的话 会不会变好 首先我告诉你 任何行业变好变坏 除了就是除了 就是实事导致的突发因素 哪个行业爆火 否则的话好跟坏 上下不会区别太大的 我其实现在特别担心 就是我从事这个行业以后 可能以后养家都是一个问题 因为现在 那我说完了 你要想赚钱 先明天给你那个白大褂 脱他 给你那鞋手术服什么 那些医院工作服务全脱他 穿上黄衣 穿上黄衣 骑上黄车 戴上黄帽 去赚钱 好吧 不要一边谋求发展 一边抱怨薪水低 好不好 社会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听懂了吧 就是我刚出来的话 要求也不是很高 要求不是很高 送外卖 送外卖刚刚出来 一视同仁 送外卖开网约社 不要一边谋求发展 说以后我会不会有更好的发展空间 然后一边又抱怨我的薪水低 好吧 我觉得你会不会有更好的发展开罚